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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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來到紐約的中央駕車站 準確來說應該是大中央總站 在1913年正式啟用 是紐約重要的交通樞紐 亦都是美國最繁忙最著名的鐵路車站之一 嗨 喂 嘩 聽得很清楚 我自己認識一下 我現在在紐約中央駕駛 右邊就是這一幅層 這幅層是連接著 第二個地方就是那邊 我可以很清楚地聽到 你會說話 嘩 嘩 她從那個角度去到這個角度 她真的跑過來 不過這裡真的很特別 剛才嚇了她一跳 對呀 辛苦了 原來在這個位置 寫到這個位置 她也是很適合的 在這裏面 試一下吧 其實真正的距離是這麼遠的 真是很神奇 對呀 回音廊的位置就是在車站裡的 Oyster Bar Restaurant的對出 記住是要對角才聽到的 我們之所以站到平衡 是為了拍照效果 大中央總站還有什麼拍照位 首先當然要拍正門口 側門口有一隻鷹的位置 也很特別 進去 非常復古 好像回到上個世紀 這條這麼復古的長走廊 當然不能錯過 穿過長走廊 來到車站裡的大廳 這裡有個四面鐘 是大中央總站裡最貴的東西 專業拍賣公司股價 在1000萬美元以上 如果要拍車站大廳的全景 最好的位置就是上平台拍攝 大中央總站又怎知道這麼少秘密呢 有興趣的話 自己慢慢發掘一下吧